他自己号称就是在长沙12点钟以后到上班之前能够调度一个亿以上资金的 他是第一人 所以他有这个长沙的现金王之称 有着现金王之称的长沙地头蛇文力宏究竟有多猖狂 敢在白天闯进市政府绑架区长 敢在被捕后花2000万买通看守逃跑 还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占地30多亩的豪宅 16年间脸才高达70多亿 长沙最有权势的三名官员都是他的座上兵 1969年文列宏在长沙市旺城区民府村出生 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读过什么书 早早就跟着父母开始讨生活 因为在家排行老三 所以又被叫做文三鸭子 后来变成了文三爷 文列宏文化不高 脾气倒是不小 还经常和当地的地痞流氓混在一起 跑过摩托车 但是跑摩托又鼓又累 还不怎么挣钱 后来听说卖鱼能挣不老少 于是他又问家里要钱 支起了自己的鱼铺 虽然这回不用每天奔波了 也挣了点小钱 但是这对文列宏来说 挣钱速度还是太慢 根本不够自己花的 又听村里人说 干工程能挣大钱 城里大老板 好多都是靠干工程发家的 文列宏顿时来了兴趣 于是也学习别人包工程 因为之前卖鱼 手头上也有一定的资金 所以在包工程的时候 进行的还算顺利 这人啊 一有点小钱就开始飘 文列宏就是这样 没事的时候就跑去赌博 一开始赌得小 也赢多输少 但是就算赌得小 那来钱速度 也远超他卖鱼 干工程的挣钱速度 渐渐的 他开始往大了赌 但是赌大了 他就开始输多赢少 不仅把之前赢来的钱 全部都输了进去 还得问家里要 母亲劝解他 他也不听 直接一拳 把母亲的门牙给打掉了 书记演的文列宏不甘心 非要赢回来 所以他专门找到当地赌场里 出老钱最厉害的人学习 之后 就开始利用学来的各种方式 去诈赌赢钱 当时他和同村的几个小混混 围在一起赌博 他又开始出老钱 结果被小李发现了 赢的钱也没了 事后 他就找来了平时 经常和自己混在一起的几个人 将小李 带到一个偏僻处暴打一顿 还警告他 以后不要多管闲事 此事已出 文列宏的名头 在村里都传开了 人人都知道 他是个心狠手辣 不好惹的主 所以平时 也都尽可能躲着他走 靠着这种方式 文列宏敛财速度非常快 这让他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 那就是靠开赌场挣钱 经常赌博的他 很清楚一天下来 赌场的流水 是他好几年都挣不来的 于是他利用 手里迎来的黑心钱 开始办赌场 为了让自己的赌场 能够快速做大 他到处寻找好赌之人 把人拉到自己的赌场玩 又花钱打通关系 通过买通的乡干部 结识了一大批企业家 他结识这些企业家 可不是为了和他们谈生意的 而是为了让他们消费的 为了让他们去自己的赌场玩 文列宏专门制定了一套 杀猪盘计划 只要这些企业家进了赌场 就是在长沙12点钟以后 到上班之前 能够调度一个亿以上资金的 他是第一人 所以他有这个长沙的陷阱王之称 这是文列宏背叛无期的真实录像 16年来疯狂敛才70亿 拥有一座占地30亩的巨型豪宅 长沙三大顶级官员 也为他马首是山 堪称长沙地下土皇帝 2002年文列宏开设的赌场 已经小有规模 而他新结石的企业家 成了他重点关注的人群 他想办法让这些企业家们入局 一开始 他让参与赌局的企业家 多赢其法大的 尝到甜头后 这些大老板们 便没了那么多顾忌 人心都是贪婪的 而文列宏引人入局 抓住的就是这些老板们的这种心理 为了维护赌场的秩序 他还花重金 请到了一大批打手 这些打手 也都是有些本事在身上的 而整个赌场里的账目支出 和关系疏通 则全都交给了自己的女儿文雅 在他的局里 最主要的受害人有三个 一个是某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 乐根成 一开始乐根成对赌博并不感兴趣 但是经不住文列宏死缠烂打 硬是被拖下了水 尝到甜头后 他也逐渐开始喜欢上了赌博 他很自信 自己能够稳赚不赔 就算不赚 也能保证自己全身而退 但他自己都没发现 自己越赌越大 越赌越频繁 输的也越来越多 但每一次输 他都觉得自己下一次一定赢回来 殊不知 他赢多少输多少 早就在文列宏的控制之下了 而像乐根成这样的大老板来赌场 自然是不会贷现金的 他们只需要用赌场的筹码代替 赢了钱就直接用筹码代替 当然输了 就会直接转化成欠款 同时还会背上文列宏的高利贷 他定的利息 最低也会是10% 高的 甚至能达到200% 然而这些文列宏事先并不会告诉他们 几年的时间里 乐根成欠下了4000多万的本金 好不容易等到公司一个项目的款项汇了进来 他连忙将自己欠下的4000多万还了 然后就收手不再碰了 结果当他把4000多万还了之后 文列宏却又告诉他 这只是本金 还有9000多万的利息呢 乐根成根本没想到 利息居然是本金的两倍还多 他不还的话 文列宏就会派手下去骚扰 甚至还会拿他的家人进行威胁 没办法 乐根成只好继续还利息 好不容易还完 却又被告知 还有1100多万的伐息 前前后后算下来 光利息就有一个多亿 而他欠下的本金却只有4000万 翻了2.5倍还多 最后乐根成被逼急了 就想和文列宏来个鱼死网破 结果自己的举报信交上去了 却没有任何回应 反而自己还被文列宏找人囚禁起来 除了乐根成 还有一个名叫彭朝的九级董事长 他先后欠下了文列宏4.1亿元的本金 除了本金还掉之后 文列宏最终只让他还了1.6亿元的利息 倒不是文列宏突然良心发现 或者和他有什么交情 只是因为他知道 1.9的利息已经是彭朝的极限了 再要只能出人命 而不是出钱 虽然他并不惧怕弄出人命 但也完全没有必要 还有一个名叫张建波的房地产商 他是众多受害者中最惨的一个 也正是因为他 独把长沙多年的文列宏 以及他背后的保护伞 才渐渐地浮出水面 这是长沙黑老大文列宏被捕时的画面 16年来疯狂连才70亿 背靠长沙市三大顶级官员 他是如何覆灭的 在他开设的赌场里 除了知名企业家 当然也不乏一些政客 周福波就是最好的例子 当时他还是韶阳市副市长 认识了文列宏后 就到文列宏的赌场去玩 虽然出手并不会像其他企业家那样扩瘦 但文列宏却对他非常有耐心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赌场 要想开的长久 就需要有人罩着 而周福波就是他的首要目标 既有权力 赌影还大 所以在周福波欠下了2000多万的赌债后 文列宏并没有去要回这区区200万的赌债 因为这点钱对他来说 真的不算什么 他随手一挥 就是上千万 名下一套占地30亩的豪宅 仅于各处 还有上百套房产 数十辆豪车 可以说 他最不缺的就是钱了 但200万对周福波来说 可不是小数目 因此 为了抵消这200万的赌债 他成了文列宏最早的保护伞 后来升任长沙市公安厅副厅长 在他的庇护下 文列宏的高利贷 想放多少 就放多少 而通过周福波 他又结识了长沙市公安局副局长 单大勇 单大勇不是个普通的副局长 他曾先后荣获过8次123等功 还是市里的行政专家 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斗了几十年 这样一个人 最终还是没能经受住文列宏的糖衣炮弹 成了他最大的保护伞 除了这两人 还有已经退休的老干部张湘涛 虽然早已退休 但是其在位时的人脉关系和名望还在 所以基本上 大家都会看在张湘涛的面子上 对于文列宏办的事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而导致文列宏最终被推上刑台的那个人 就是之前提到的张建波 他因为赌博欠下了文列宏12.8亿 而被要求还的利息高达22.5亿 虽然房产行业赚钱快 但是资金流动性也大 所以这20多亿 张建波并没有办法快速偿还 而文列宏直接找人将他名下的将近2000处房产查封 因为张建波不还钱 所以文列宏又找人将张建波非法拘禁一年多 走投无路的张建波想要自杀 但都被拦了下来 后来 见他实在没有油水可榨了 文列宏便命令手下将他放了 结果张建波被放出来之后 为了不再继续受文列宏的威胁 他决定向上举报 没想到他找到的举报人正是周福波 事情当然没有了后吻 而且周福波将此事告诉了文列宏 并叮嘱他注意点 所以张建波又被文列宏抓了回去 也是在这个时候 张建波才知道文列宏背后的势力究竟有多大 之后文列宏为了彻底打消张建波这个隐患 便找到了山大勇 用2000万让他找个理由将张建波送进橘子 张建波被捕后 曾给他批过一个三亿贷款的银行职员 绝望自杀 并留下了一封遗书 遗书上提到了张建波 而负责调查案件的警方嗅到了不平常 正好国家正在进行雷霆扫黑行动 彻查之下文列宏的庞大黑恶势力终于落网 在文列宏被捕后 他并不甘心 还花了2000万买通看守的狱警 越宇逃跑 但仅仅50个小时之后 他就再次被警方抓了回来 2019年1月15日 文列宏被判无期 与他一同被宣判的 还有他的保护咱们 对不起 对不起